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简小白 你们能够看清楚我吗 嘿嘿看不清楚就对了 我在一个拱门下面啊 处在阴影处的 我现在呢带你们来到的是这个陕西省盐川县的一个古村落 这个呢是位于盐川县大概十多公里处的一个非常传统的陕北的古村落 窑洞式的居民房 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有特色非常原始的这样的一片古村落 废话不多说跟着我的镜头去看一看 现在阳光非常的强啊 但是呢没关系 这个村子里面有一些树荫可以躲避一下 坐 这边 这个拱门的这个院子 我觉得很有特色 咱们先进来看一看 哇 天呐 好美啊 就像以前那个抗战电视剧啊 讲到的延安里面的那个场景描绘的一模一样 和我印象中 你看这棵枣树 你看这棵枣树 在这个院子里面啊 哇塞 我觉得它真的好像我小时候看的那些电视剧里面的场景啊 哇塞 这里面是空着的 这个梅也是锁起来的 哇 我觉得好美啊 真的这里面 来过陕北的朋友 对这里最大的印象 应该就是陕北窑洞 无论是在国道旁 或者在城区 都能够见到这样独特的建筑身影 窑洞呢 是黄土高原上的产物 在我国西北部 北部地区广泛分布 对于陕北窑洞的情怀 是来自于以前看的抗战影视剧里频繁出现的场景 浓厚的民俗风情 让我至今都倍感亲切 陕北的这个 它的窑洞啊 和这个关中的窑洞又不一样啊 啊 我个人觉得 如果说让我来分的话 更喜欢哪个地方 我更喜欢就是陕北这边的 这种窑洞 我觉得更有意思 可能是因为先入为主的 这个原因吧 就是小时候看的那个电视剧啊 在里面有很多场景 就是拍摄到那个咱们的八路军啊 去抗战的时候 来到这边陕北 住上的这些窑 这些居民房啊 陕北的居民房 就是这种建筑风格 哇塞 像这样的院子 我真的是太 觉得太美了 太美 太美了 只不过这个已经杂草重生了 这儿还有棵墨子 哇 这个是苦嚎啊 应该是 像咱们南方 非常多 这个苦嚎 我居然在黄土高波上见到苦嚎了 嘿嘿 好神奇 位于陕西省延川县的真家湾村 距今已有750多年的历史 是陕北地区现存规模最大 建筑结构最为完整的古村落 村里的巷道 院落 排水等功能 如今依然完备 共有97院 258孔 几乎所有的院落 都能够走进参观 少部分可以进入窑洞 在这炎炎的夏日 你才能感受到窑洞的好处 不需要空调 便能让你清凉一下 咱们看一下 这个院子 这个大门啊 感觉以前应该是一个大户人家 是吧 我都觉得好美啊 他们这边的院子 还有狗狗在叫 哇塞 诶 那个门是开着的 我们去看一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门是开着的 哦 这里面都 像说一些破铜烂铁 哇塞 我进了以后 我觉得这里面像开了空调一样 哇好凉爽啊 我的天哪 你们不知道我在外面已经热的 热的不成样子了 我的身上都湿透了 我现在 看一下 这是我的衣服 我说湿透了吧 这衣服 然后我的背包 全湿透了这一块 我的天哪 但是这里面好凉爽啊 你们不知道 走这边 走这边上 上 对 我现在带你们来到另外一个院子 这个院子呢 杂草重生的 像那个书生进京坎口 住的那些院子 哇塞 这样的院子 哈哈 我的天哪 你们看一下 嗯 这棵树 好大 嗯 大树底下好沉凉 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每家 每院啊 它的那个院子里面都要棕一棵树 因为在这样的大树下面 好沉凉 只要是因为这边太热了 黄土高坡上的那个降雨量一年啊 也就下个几次 然后呢 在这样的一棵大树底下 你像大中午下午的时候啊 坐在这下面 吹吹牛啊 聊聊天 能够躲一下太阳啊 哇塞这棵树真的很大 虽然这个院子现在看起来这样已经破败了 但是呢 你依然可以想象得出就是 他们子孙同堂的时候 在这个院子里面多么的热闹啊 是吧 哇塞 我真的太喜欢这样的院子了 太美了 改造成民宿的话应该很不错 我们看一下这边 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 观生畜的 然后这边应该也是观生畜的 因为它的 这个 石槽啊 这个是石槽 我在这发现一个古董 看一下 你们觉得这是不是古董啊 你根本就想象不到啊 像这样杂草丛生 这样一个破旧的 小拱门进去 里面有那么漂亮的一个院子 真的 不可思议 陕北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啊 遥洞最早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 最早发生在黄河中游 以及锦山峡谷两岸的黄土高原上 是非常古老的一种居住形式 其类型也不同 比如靠崖式 下沉式 独立式 像下沉式的遥洞 可以在我主页查看我6月3号的视频 而真家湾村的遥洞类型 分别由靠崖式和独立式构成 靠崖式 顾名思义 就是靠着山体 挖建出来的遥洞 而独立式 是由土掩盖的拱形房屋 有的是黄土夯住的外墙 也有砖头 或者石块砌成的遥洞 这类遥洞不需要依靠山体 能够自身独立 却不是遥洞的特点 同样也可以做到冬暖夏凉 我现在带你们来到另外一面的这个村子 虽然都是一个村 但是呢它是在另外一个山头上的 哇塞 到处都已经杂草丛生了 但是呢这种感觉 荒凉 却又不时生机 诶什么玩意 什么东西在里面打盗了吗 这是 我的天呐 你们看一下这院子 成什么样的 这都 我看到这里 院子里面还有一棵更大的这个槐树 我们进去看一下 哇 哇塞 这个树真的比刚才那棵还要大的 还要大很多 你们看 我的天呐 哇 这也太美了 我只能用美来形容了此时此刻 在我老家有时有这么大的树 但是呢 都没有种在院子里面 因为我们那边南方的房屋的话就没有院子 所以我每一次到北方来看到这些院子的话 我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就是很羡慕他们这边 很羡慕他们这边 能见到的 能见到这么美的村子呢 寥寥可数 如果你想要到这个地方来打卡拍照的话 我觉得真的很值得推荐呢 因为这个地方不仅是免费 而且可以无限制 无时长 而且还可以住在这里面 你要是带着有帐篷这些之类的 可以住进里面来 好好的体验 看看晚上有没有需要欠呢 哈哈 好吧 视频到这了 喜欢我的视频朋友记得点个赞 关注一下 拜拜